轮回无尽 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的来 这个与善知识关系太大了 那么从这个二十一种比喻来看 善知识对我们 恩德超过父母 父母给我们的是肉身 善知识帮助我们得到发身 发身比肉身难了 善知识不容易遇到 那第八 善知识者是如财宝 旧舍如等 离贫苦苦 这应该是个离 离贫苦苦 这个地方的贫苦 是没有智慧 没有道德 没有能力辨别善悟 心情不善 我们向三窝道去了 这真正叫贫苦 善知识能够救我们 能够失识我们 离开我道 贫苦是比于我道 善知识者是如日月 照耀如等 离黑暗谷 黑暗是无明 黑暗的谷是地狱 善知识代表的是光明 是智慧 它能帮助我们 获得智慧光明 所以我们对善知识要重视 第十 善知识者是如生命 护系如等 无有事故 善知识 跟父母一样 不但照顾你的发生毁灭 对你的生命呢 也是无畏不知 希望你有个身心 健康的身心 你才真正能够学到智慧 所以 善知识的教会 当然要百分之百的一从 可是 真正找到一个百分之百一从的学生 不容易 不容易 那这什么原因呢 沉浸心不足 为什么不足 一切 没有断干净 他有疑惑 不能没有疑惑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自己分析 我们对老师 有没有做到百分之一百 没有 能够有百分之三四十 就不错了 实在是 老师就非常气动你了 什么原因 现在人对老师的沉浸心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四 怎么教啊 没法子教 真正好老师 不是不想教 不是不愿教 而是学生不肯学 学生纵然想学 也很有限 想学是一回事情 要居足学习的条件 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是佛 我们对佛有继承的信心 我曾经举过 慧能大师跟神秀的例子 我说神秀 对禅宗 对老师 有一百分的成绩 而慧能大师 这个不认识四 一天经没学过 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 他对于禅宗 他对于无祖 有万分成绩 一丝毫的一切都没有 无祖 无祖 有慧眼 认出来了 一般荣 一般传给他 我一拨传给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